北京著名的天安門 萬頭傳動 由於這裡相當靠近 每年舉辦大陸全國兩會的人民大會堂 公安沿街對遊客進行身份盤查 北京即將在3月4號和5號 召開大陸全國政協和人大代表大會 共5000多名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 齊聚北京 為安跟著提升 不僅人民大會堂一帶 隨處可見武警和特警車輛 沿街的飯店也拉起柵欄 武警鶴槍實彈不准外人靠近 即便是持有採訪證的記者 也只能在對象進行拍攝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靠近人民大會堂一帶的飯店 前面都停滿了北戚的大巴 到時候這些大巴 就會帶著大陸的全國政協 以及人大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 除了街頭戒備升級 沿街更是約100公尺 就會看見一群身穿紅色大衣的朝陽大麻們 他要是特別可疑的話 我們肯定會該報警報警的 這是應該的 就發揮朝陽民眾的力量 這些住在北京朝陽區 被稱作朝陽大媽的婆媽們 曾有多起名人性交易及涉毒的社會案件 靠他們舉報而曝光 檯面下的八卦 近視有效情報 被外媒調侃是金城另類的神秘組織 今年兩會正逢臺灣總統大選過後 大陸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分管對臺工作 除了重申九二共識外 在兩岸關係因金門翻船案 鬧得緊張之際 對臺會釋出何種訊息 是否借一年一度的大陸政壇大會 對賴清德政府劃下底線 值得留意 記者的新影片與北京採訪報導